25号小英去影楼拍了一组古装写真 他说有件衣服比较性感 摄影师不规矩了 杭州火车东站附近东宁路上 有一个锦绣大唐影楼 以古装中国风摄影为主 小英五月份来过一次 当时是陪同事在这边选照片 看同事拍的效果不错 自己也花了1500元 订了一套写真 拍四套衣服 25号上午来店里拍摄 用的还是同事那个摄影师 就是第二套是尺度稍微有点大的 就比较有点性感风的 拍到后面 说起来是帮我调整那个内衣裤嘛 就是调整什么衣服啊动作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摸我的外音了 是没有隔着衣服的 他是用手直接触碰到的 我转过去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在给你遮挡东西 我说你这要遮挡东西吗 他说我遮挡的东西可多呢 小英说的这件尺度比较大的衣服 他自己用手机拍了正面 背面的效果据说是漏背的 跟他同事这张类似 不过上身是穿了衣服 小英说他立即制止了摄影师 停止了拍摄 转身要走 这时摄影师也有点慌了 他说对不起 他说我冲动了你原谅我 然后我说我要投诉你 他就跟我说 我们私下里加个微信 如果你后期对什么照片 我什么任何要求 我都可以满足你 小英以上厕所为由出去了 然后报了警 他回忆说 之前摄影师没有任何言语的挑逗 本来影棚里还有一名男性灯光师 后来灯光师出去了就发生了这种事 因为新来没多久 他个人不好意思 自己可能也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都是小孩 灯光师其实年龄都挺小的 自个儿是在门口站着的 影楼里没有见到那个摄影师 邱总说 对方去了拍出所以后还没有回来 他们之前从摄影师那里 听到的说法是正常拍摄 没有小英描述的这些情况 他朋友拍的这一身衣服 尺度会比他的大很多 更大 如果这个摄影师真的是有问题的话 你朋友应该也会跟你说 你觉得我一个女孩子 会因为这种心情是 这些摄影师基本上都是工作很多年 基本上这点职业到的还是有的 因为一旦出了这点事的话 所有的以罗还有 他基本上都是去不了的 相当于他自己断送你自己 摄影师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就是拍出好的照片 把你送给 没有做多的说是想去调试客人 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 当时的情况没有监控能证明 邱总说摄影过程中的确会有些接触 但都会沟通的 稍微退一年点底部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对你知道就是稍微退一年我也知道 小英觉得摄影师的动作绝不是正常的身体接触 他要求引楼赠送血针 并双倍退还费用 如果真的是摄影师 你会怎么样 警方已经提取了相关物证 正在走检验程序 记者从杭州东站枢纽派出所了解到 摄影师还在所里接触调查 188黄金焰记者报道